那我就分享了几个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就 也是就 怎么样 他们的一个不用的一个过程 像我在今年二月份分享一个女孩子 可是这个女孩子 他的好转反应就反映到我们会吓到的 有没有 他吃了两天之后 接触两天之后就送计诊 各位 你这样会 还会敢吃吗 不会齁 对不对 可是我跟他讲完之后 他继续吃 吃了两天以后 又送几尘 然后 回来 他就跟我讲说 我真的吓到了 不敢吃 我说 没关系 你再继续吃 有问题 我负责 他说 你怎么负责 我说 没关系 然后 我就负责到底了 结果呢 他就开始吃 体验到大概十几天以后 跟他见面之后 我问他 我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说 我就问他说 你平常是不是会头痛啊 或是哪里痛 他说 对啊 我就是 一天我要吃五颗普拿腾 各位 他把普拿腾当糖果吃耶 吃一天吃 他吃到去那个药局喔 不用讲话 药局的人就是到普拿腾 就是这样 他自己跟我分享了 结果他 到了一个月以后 你知道吗 完全不用吃五颗普拿腾 而且他为了这个案例呢 我们在宜蘭分享一个伙伴的时候 那他也是 因为跟他的状况类似 于是他去医院请这个病例表 那这个病例表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 诶 郑小姐 我跟你话 2月14号你有回诊 那你2月14号要回诊 你怎么没回诊 他跟他讲说 我现在已经不痛了 因为他以前是五颗普拿腾以外 一个月还要去医院打两次止痛症 然后呢 他就说 我 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回诊 那你怎么 他说 我就吃了 就朋友介绍吃了一个什么叫干细胞的东西 那个医生就很直白跟他讲说 干细胞只有用打的 没有用吃的 他就跟那个医生讲说 我确实是吃了干细胞 我现在所有的症状都好了 那这个医生也把这个病例给了他 让我们去医兰要分享的一个案例 那也帮助了很多人 那还有就是我分享一下 既然你问到我就顺便分享一下 我们里面的冬肝保存技术 是把这个细胞里面的这个水分剔除 对不对 那他吃进去的时候 就要去给他大量的水分去管理 像刚刚这位大哥 他刚吃的这个产品 他只有喝那一口水他是不够 这等于是浪费了这两颗的产品 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吃的过程里面 不管你是两颗三颗或是几颗 就是最少350到500的水分 就看个人的这个食量大小 同时就是同时下去完之后 30分钟以后 再350到500的水分 你这样子喝下去之后 就不能够让这个产品得到最大的一个效益化 我就是在我妈妈身上实验出来 因为我跟我妈讲我妈很乖 因为为什么 他问我说 我叫他多喝水 他问我说多喝多少水 我说两颗五碗水 吃饭的碗五碗水 他说哪有可能一下喝的下去 我说那你就慢慢喝一个小水 你们喝五碗水 就是这样子出来 我就觉得说他的效果在他身上改变了很多 因为我妈妈最最严重的时候 是他是没办法爬楼梯的 爬楼梯你要看到像在拔头一样 拉着那个栏杆一步一步的往上停 可是他在医生建议之下 是要换这个关节 可是后来他接触了这个产品 大概三个多月以后 他自己可以用 我家是住在台中的外图 我妈妈可以从外图走路到大甲马祖庙去拜拜 来围走三个小时 本来没办法爬楼梯 可以来围走三个小时 因为妈妈不自治 所以他只会到他的十一号公车 就是这样子 对 好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